小妹妹你还好吧 我老板的意思是 如果你对生活失望偷顶了 咬咬牙挺过今天 明天再挺到后天 一天一天坚持下去 你就会越来越好了 叔叔 我没想死 你是抑郁症吧 现在的学生压力也很大的 你父母一定对你要求很高 你心里呢 也不愿意让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你 所以你会伪装成正常的模样 直到自己承受不住 其实不用这样的 你如果不舒服 就会一声盘 他到底在说什么 小妹妹 你人生的道路还很长 要加油 千万别再想不开了 奶奶不见了 这个高度奶奶喊我的话 声音不会那么清楚 难道 小妹妹 你这样就不好了 听大的事 你不能用跳楼去解决呀 叔叔 我真没想死 我也不是你说的什么状 我是看见奶奶在楼下了 我喊她来这儿 没想跳楼 你腿都登上去了呀 我陪着老板一出来 就看你爬上去了 喊你也不理人 头朝下使劲 要不是我老板眼皮手快 你我现在就阴阳乱阁了 登上去了 不可能 我明明就伸出手跟奶奶 难不成 又被演了 叔叔 谢谢你 我人生还没开始呢 更没啥好失望的 住这兵房就是想好好活着 刚才的事是意外 我以为奶奶在楼下喊我 其实看错了可能 我叫周子恒 老板在隔壁的A901陪户 公司有事 明早我们要飞外地 如果你有烦心事 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 好吗 不用了 谢谢叔叔 小妹妹 有件事吧 我认为还是提醒你一下比较好 叔叔 我发誓 我真没想死 更不会跳楼 不是 是我觉得吧 我虽然比你年长几岁 对比你这七八点中的太阳是老一点 可怎么着 也不至于是叔叔辈的 你称呼我为叔叔 不太头当吧 哦 谢谢你了 周子恒 成吧 你要加油呀 再见 爸妈进门便喊 咱明天就能出院了 许许 怎么脸色变差了 爸妈 黑脸鬼可能还在 再找三姑来看看吧 刚才要不是有人拉我一下 我可能真就跳楼了 许许 今天你三姑来不了了 她昨晚走的时候就说 今天要去外市一个庙里参加个什么会儿 晚上就在她朋友家住了 得明天才能回来呢 爸 这咋找 要不咱先不着急出院 等你三姑回来再说 从现在开始 病房内不会再留下你自己 我跟你妈必须要有一个人陪你 无论如何都要撑到你三姑过来 下午开始 屋里好闻的味道就很淡了 我虽没发烧 身体却虚得很 只能借三姑给的经文寻求慰藉 许许 咱们得赶紧走了 去哪 去赶车啊 快一点 呀 上车 快上